女人掀起裙子 让男人从身上扯下一块布条 绑在她的大腿上 丈夫即将奔赴战场 在结束了一场临别缠绵后 他们决定用这种方式慰藉彼此 女人痛恨残酷的战争使得家人分离 而骁勇善战的男人却认为 能为民族战斗是荣耀 他向妻子保证自己定会平安归来 然而他却不知 这一次出征将彻底改变他的命 历经坎坷成为日后的竞技场之神 甚至差点凭借一己之力 掀翻了整个古罗马帝国 在人命如草劫的古罗马奴隶之时代 出身瑟雷斯的斯巴达克斯 本是一名骁勇善战的将士 此时罗马军队进军希腊 而由于战力的不足 罗马将军格雷伯 与斯巴达克斯所在的部落达成协议 瑟雷斯人加入罗马军团一同出征 而罗马人也需要帮助消灭瑟雷斯人的素质 死了 所有人 斯巴达克斯回到家中 告诉了妻子明日即将出征的消息 妻子苏拉祈求神明 为他的配件护法 第二天一早 在依依不舍的分别后 斯巴达克斯踏上了出征之路 跟随罗马军队上阵厮杀所向披靡 然而冲锋陷阵的往往都是瑟雷斯人 罗马人却在身后坐享启程 这晚罗马将军格雷伯正在帐中观探地面 身后突然出现一个身影 正是他的妻子伊利亚 伊利亚身世显赫 父亲是罗马元老之一 但他却深爱格雷伯 不辞辛苦为行军中的丈夫送来礼物 为了让丈夫早日获得父亲的认可 伊利亚告诉他要速速立下战功 这时斯巴达克斯在前线刺探地起 发现速敌野蛮人正趁着他们出征 准备偷偷袭击瑟维斯人的村子 斯巴达克斯立即返回军营汇报 然而将军却认为他是看走眼的 只因此刻他不想遵守当初对瑟维斯人的承诺 准备趁此机会 带兵去前线击退希腊军队 第二天一早 将军下达了东西攻打希腊人的命令 全然不顾瑟维斯人 留守在村庄里的老弱妇女 斯巴达克斯决定违抗军令 要求将军履行成怒 回去拯救瑟维斯人 剑拔弩张之际 斯巴达克斯直接将将军摔下了马 双方都开始愤怒地刀剑相向 瑟维斯人斩杀了几位罗马将 看着眼前的情形 众人只能选择逃跑 而斯巴达克斯看着帅晕的将军 却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点 斯巴达克斯速速赶回村庄 村落已经被火烧成灰烬 他从野蛮人的手中奋力救下了妻子 而其他族人都沦为了奴隶 他们只能选择逃亡 夫妻二人来到一处山洞 热情缠绵来庆祝节后余生 然而第二天一早两人还未睡醒 将军格雷伯就找到了他的踪迹 还未反应过来的斯巴达克斯 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被捕走 而他也被捕成为奴隶被带回罗马 将军格雷伯也结束进攻访回罗马 为了逃避责任 将所有原因都归咎到瑟雷斯人身上 将他们送上古罗马竞技场接受审判 格雷伯本想让斯巴达克斯 死在竞技场上 还专门为他安排了四名魁梧的决斗士 然而他却小看了斯巴达克斯的能力 在一番殊死搏斗后 斯巴达克斯战胜了四名决斗士 这场面让看台上的观众热血沸腾 齐声呼喊留下斯巴达克斯的信念 这使得将军十分下不来台 就在将军骑虎南下之间 奴隶主巴达塔斯提出了建议 他经营着一个决斗士训练营 剑斯巴达克斯十分有天赋 便提出由自己将他买下训练成决斗士 巴老板想要以此卖将军的好 这也的确不是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斯巴达克斯就这样轮为奴隶 成为了决斗士训练营中的一员 然而他坎坷的命运才刚刚开始 女人两眼放光 目不转睛地看着楼下的男人们 各个身材健硕高大有力 不禁开始新潮澎湃 直到丈夫叫他离开 伊利亚才回过神来 我们不能够一会儿 但丈夫的坚持让他没了兴致 只好亲吻女主人告别离开 伊利亚跟随将军丈夫来到决斗士训练营 只因为不久前被送来的一名奴隶 斯巴达克斯 在竞技场上战胜四名决斗士后 斯巴达克斯被巴老板花重金买下 带回了训练营 与一批新生一同开始训练 然而斯巴达克斯曾经作为一名战士 无法接受如今的奴隶身份 也不愿意服从教练的指挥 其他决斗士也十分看不惯 也路子出身的斯巴达克斯 但巴老板却对他多番容忍 只因斯巴达克斯身上有可利用的价值 很快 巴老板等待的格雷伯将军来到训练营 不久前 斯巴达克斯没能死在经济场上 令将军十分气恼 而斯巴达克斯也因为格雷伯 卢走自己的妻子 将他是做不共戴天的仇人 斯巴达克斯之所以拼命在经济场上活下来 就是为了找寻妻子苏拉的下午 然而格雷伯见到他这份娘 便不准备痛快地了结他的性命 而是想要好好折磨一番 他拿出那根熟悉的布条 格雷伯故意不告知斯巴达克斯妻子的下午 让他只能痛苦愤怒却无计可施 而巴老板此时也得知了他的弱点 找到了能够让斯巴达克斯乖乖听话的方法 巴老板承诺斯巴达克斯 只要他好好训练成为一名真正的决斗士 去竞技场上赚钱 自己便会去帮他寻找妻子的下午 此时别无办法的斯巴达克斯 只能将最后一丝希望 寄托在眼前刚刚认识不久的独立主身上 在档丸的考核中 斯巴达克斯对上了网界冠军克雷斯 虽然斯巴达克斯曾在竞技场上一一四 但这些天并未参加系统的训练 他并不是身经百战的克雷斯的对手 一点点被对方前置 就在最后关头 斯巴达克斯用掉落在地上的布条 绊倒克雷斯写上 在声色拳马荒银无度的晚宴上 名流贵妇们欣赏着 决斗士们健硕的身材 男人们纷纷列队进场 看得两侧的贵妇们目不转睛 巴老板举办了一场晚宴 为一年一度的锻造节竞技预热 贵妇们便纷纷上手感受 挑选出他们看好的选手 不仅如此 老板娘还为今天到来的贵客伊莉亚 在后场准备了一场刺激的节目 此时的巴老板已经寨台高中 夫妻俩不得不想尽办法讨好权贵 此时场外的斯巴达克斯 由于此前一亿敌似打响了名声 贵妇们都对他十分感兴趣 然而斯巴达克斯此刻心中 却有一个秘密计划 正当巴老板向众来宾介绍 明日的肖将人选 正是历届的冠军选手克雷斯 身后的斯巴达克斯 却在此时上前将其扑倒 两人立马开始拳脚相向 现场的气氛也瞬间被点燃 正在大家看得兴致勃勃之际 巴老板却命人将两人强行分开 当场宣布今天只是预热 明天两人就将在竞技场上一决胜负 这场世纪之战瞬间勾起了权贵们的兴致 斯巴达克斯也达成了自己的目的 之所以想成为克雷斯的对手 是因为他得知与肖将对战 胜者将会获得很多奖金 为了向巴老板证明自己赚钱的使命 早日就回妻子 斯巴达克斯设计挑起观众们的兴致 让巴老板不得不当众宣布两人对阵 然而根据巴老板与教练原本的计划 都认为斯巴达克斯 目前还不具备能与克雷斯对阵的使命 但斯巴达克斯却自傲地认为 克雷斯只是徒有虚名 由于昨晚的预热 在克雷斯与斯巴达克斯出场的瞬间 现场的气氛就开始躁动 然而心高气傲的斯巴达克斯 很快就将为自己的草率付出代价 几个回合之后 斯巴达克斯渐渐开始处于弱势 无论是从技巧还是力量 他都根本不是克雷斯的对手 身经百战的克雷斯 很快就将斯巴达克斯缅压 让他没有了喘息的机会 看台上的观众也都热血沸腾 高呼让克雷斯杀了斯巴达克斯 伊利亚也目光灼灼 期待着看到这一幕 然而此时斯巴达克斯 看着记在手腕上的布条 缓缓举出了投降的手势 斯巴达克斯虽然活了下来 但对于一名决斗士而已 在竞技场上认输是一种莫大的食物 同伴们都以他为耻 不再承认他是一名决斗士 而他今日的表现 也让此前对他抱有期待的观众也失望 对于包老板而言 他也彻底失去了利用价值 于是决定将他送去地狱般的地下竞技场 榨干他的最后一滴血 女人趁着丈夫不在家 将身材健壮的奴隶叫进房间 强行让他加班 还要安排女仆在屋外把守 以防丈夫会随时回来 但近来 路西亚的丈夫巴老板却十分忙碌 为了赚钱还债继续经营决斗士训练营 巴老板将把战败的斯巴达克斯 送往地狱般的地下竞技场 而对于战胜的克雷斯 巴老板也决定奖励一番 老板娘路西亚仅尊巴老板的指示 不过他没有费心去找别的女人 而是决定亲力亲为 只是老板娘不知道的事 冠军克雷斯早已经心有所属 正是老板娘身边的女仆 克雷斯花费重金 送给女仆一条项链 但这却是他无法承受的领 于是在下一次带克雷斯去见老板娘时 把项链还给了他 这使得情窦初开的克雷斯十分失落 不久后 克雷斯再次受到了传账 他生无可恋地准备去应付老板娘 结果这时女仆却叫住了他 但女仆却表示叫他来的是自己 他解释不是自己不愿接受他的礼 因为他没有任何私人财产 除非是主人赏赐的 被主人发现他的下场会很惨 大直男克雷斯这才意识到 是自己误解了对方 这边克雷斯坠入了爱河 另一边的斯巴达克斯却来到了地狱 但这里的场面只能用黑白画面体感 经历了一番血战之后 斯巴达克斯再次靠着对妻子的思念 奇迹般地打败了对手 赚了钱的巴老板终于尝到了甜头 并不打算就此结束 但老板娘还是十分担心巴老板的安慰 两人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子嗣 而根据法律规定 若巴老板在此时死了 路西亚就必须赶嫁他人 可以见得路西亚对巴老板还是有感情在你 随着斯巴达克斯 在地下决斗场打了几场胜仗后 巴老板就彻底将他当作了赚钱的工具 而斯巴达克斯仅凭着对妻子的思念 吊着最后一口气 然而这晚的一个噩梦摧毁了他的心灵 妻子在暴风雨中永远地离开了他 第二天一早醒来 巴老板进来的第一句话 与昨夜梦中发生得如出一转 这使得斯巴达克斯觉得 昨夜的噩梦就是真相 他必须在血雨腥风之前拯救妻子 由于这段时间的连胜 斯巴达克斯的赔率很低 于是他与巴老板做了一场交易 斯巴达克斯相信巴老板的幸运 希望他能够遵守成梦 两人就此达成了交易 巴老板只叮嘱斯巴达克斯要输的真意点 然而到了地下角斗场 斯巴达克斯正准备开始他的表演 结果这时角落里的巴老板却受到袭击 他立即爆发出洪荒之力 斩杀了对手 将斧头飞向了角落里的刺客 就这样 巴老板与斯巴达克斯成了过命的交情 虽然巴老板在这一局里赔了不少钱 但他还是决定让斯巴达克斯 以决斗士的身份重新回到训练营 决斗士的身上 只剩下最后一块补 却还是被眼前的贵妇嫌弃穿得太多 巴老板便一声令下 身为奴隶的克雷斯只好听令 看得面前的伊莉亚两眼放光 忍不住上前 伸出手触摸那一块块 如同大理石般的肌肉 而一旁的老板娘却分外掩护 表示克雷斯需要回去好好休息 明天他即将开始残酷地训练 面对一场毫无胜算的比赛 此时的卡普亚城正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干汗 九汉未逢甘铃 人民苦不堪言 行政官是变了各种方法 甚至献祭了白头牛人士白费力气 于是他决定组织一场巅峰对决 用最优秀强壮勇士的鲜血来起 巴老板当即举荐了他的王牌选手 历届冠军克雷斯作为肖将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死对头竟花重金 找来了决斗场上的传奇人物死亡之影 光是听到这个名字 老板娘瞬间就被吓得脸色煞白 只因曾经与死亡之影对战过的人 唯有一人得以存活 巴老板本想要拒绝 结果这时死对头又开始挑衅 表示他可以派出 克雷斯和斯巴达克斯一同应战 而行政官也在一旁拱火 表示如果巴老板怕输就算了 此话一出巴老板自然也不愿认错 随即来到众人面前 叫出了克雷斯和斯巴达克斯 大名鼎鼎的死亡之影令众人不含而立 但刚刚成为决斗士不久的斯巴达克斯 还并不认识这号人物 他只关心这场比赛丰厚的收入 能让巴老板尽快帮他找到妻子的下落 而巴老板知道 此次获胜的机会十分渺茫 但此刻的他已经债台高中 只能最后赌这一把 他让教练对两人展开紧急培训 教练便是那唯一一个 与死亡之影交手他活下来的人 然而此时成为搭档的两人 却还在看彼此不顺眼 心不其力也不合的两人联手 甚至连教练都打过 以这样的状态面对死亡之影 便只有死路一条了 这可让老板娘心疼坏了 为了救下克雷斯 他制定了一个计划 直到贵妇伊利亚对克雷斯也十分感兴趣 便将她邀请到训练里 深夜将克雷斯叫到两个面前 伊利亚也毫不客气 不仅嫌弃克雷斯穿得多 还直接上手感受她的肌肉 得知她不日将与死亡之影对战 不禁感叹这么完美的男人死了 真是可惜 老板娘见识立即表示 或许有一个办法能避免悲剧发生 如果伊利亚的父亲 能够和行政官说说 不让克雷斯出战 女人结婚十多年 却一直没有子嗣 重金找到女祭司检查身体 女祭司询问了几项重要的信息 女祭司确认问题出在女人身上后 便命远加入了针对性的药材 随后将熬好的药端到老板娘面前 让她一饮而尽 接着表示她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 做一些运动 地旁的伊利亚露出了贪热闹的表情 此时巴老板外出办事不在家 不过老板娘还有另一人选 立马叫人找来了奴隶克雷斯 要抓紧时间仅遵依主 却没想到昔日为命是从的奴隶 今天竟然拒绝了她 只因明日 克雷斯将面临那场万众瞩目的生死拨杀 她表示现在做这些会让自己变得忍 为了让克雷斯好好活下来 老板娘选择让她回去好好休息 自己则放弃了怀孕的机会 长久以来的相处 老板娘已经对克雷斯产生了胆情 然而克雷斯只是因为心有所属 不想再尾身于老板娘 回去的路上 就和她心仪的女仆尼维雅在一起了 却不知她拒绝女老板的理由 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一夜的放纵将会让她付出惨痛代价 备受期待的生死之战如鱼而至 克雷斯与斯巴达克斯 一起对抗死亡之影 在教练的一番苦心训练下 两人都有了十分显著的提升 只是要对抗死亡之影 还是让所有人都为他们捏一把汗 随着死亡之影上场后发出一声怒吼 现场的气氛瞬间达到了顶峰 行政官一声令下 对战正式开始 斯巴达克斯与克雷斯默契配合 一番奋力猛攻 竟让死亡之影渐渐处于下风 克雷斯抓住她的漏洞将其刺伤 在两人的合力攻击下 传说中的不败战神就这样应声倒地 两人自己都不敢执行 然而正当他们享受着观众们的慌慕 庆祝意料之外的胜利时 身受重伤的死亡之影 竟不费力气地重新站了起来 接下来 两人就将见识到死亡之影的真正实力 斯巴达克斯与克雷斯一时乱了阵脚 克雷斯嫌弃队友爱手爱脚 开始独自一人单挑死亡之影 结果却是被顽念 就在对方准备一刀拿下克雷斯的头颅时 斯巴达克斯踩着盾牌飞了出去 克雷斯也得以喘息 用头盔反射阳光照向死亡之影的眼睛 斯巴达克斯也趁此时机 手起刀落让他伸手一触 死亡之影的不败传说也就此被终结 就在此时 天空乌云密布 干旱数年的卡普亚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干领 众人在倾盆大雨中 庆祝这场艰难的胜利 而经此一战 生死未卜的克雷斯退去了冠军的光环 而斯巴达克斯却在此时 成为了卡普亚的最新冠军 名流贵妇们战成一排 轮流欣赏着强壮的决斗士 听闻冠军之血有强身养人的功效 只需几滴 就能让男人沉默女人流泪 如果我能试试他们 说吧 贵妇就拿起小刀 来到最新冠军斯巴达克斯的面前 划破胸口收集鲜血 虽然在竞技场上 斯巴达克斯战胜了令人文风丧胆的死亡之影 在众人的欢呼下荣登冠军宝座 但决斗是本质上还是奴隶身份 依然可以随意被贵族们清洁 不过这些斯巴达克斯都选择忍耐 只因他终于从巴老板口中 得知了妻子苏拉的消息 巴老板告诉斯巴达克斯 格雷伯将军将苏拉卖给了叙利亚人 而叙利亚人又转卖给了一个商人 如今已经找到了商人的下落 不出意外的话 两天后 斯巴达克斯就可以与妻子团聚 巴老板承诺将苏拉接来与他同居 但此刻斯巴达克斯的心中 却有别的想法 眼看妻子就要回到自己身边 他比以往更加渴望得到自由之身 不愿让苏拉与自己一起 永远沦为奴隶赤苦 于是他的心中浮现出一个越狱进化 训练营里唯一的兄弟为伍 似乎看出了他的想法 提醒他想要从这里逃走 无异于白白送死 训练营建立在悬崖峭壁之上 从未有任何奴隶活着逃离这里 但斯巴达克斯却坚信自己可以逆天而行 要在妻子被送到的那一刻 带着他越狱重获自由 为此斯巴达克斯开始秘密准备 巴老板为了嘉奖他战胜了死亡之夜 专门为他量身定制了一身铠甲 而斯巴达克斯便当场提出 希望后天可以穿着这身铠甲 迎接妻子的到来 接着斯巴达克斯又提出 想拿出自己那份奖金 用好酒好肉与兄弟们共庆圣礼 而扣门的巴老板对此求之不得 第二天 行政官的儿子 十分钦佩崇拜勇猛的斯巴达克斯 想让他教自己几招 而斯巴达克斯便趁此几乎 偷偷拿走了他的一把小笔手 作为明天越狱的武器 到了晚上的庆功宴上 所有决斗是包括守卫都喝得明顶大队 斯巴达克斯逃出去的胜算又多了一种 第二天的黎明到来 斯巴达克斯打起精神随时做好准备 好兄弟维罗依然在劝他三思 斯巴达克斯 斯巴达克斯立马回去换上铠甲 准备按照他筹备好的计划行事 然而当他一步步靠近马车 却发现车夫满身血迹 斯巴达克斯怎么都没想到 费尽千辛万苦找到妻子 最终竟还是没能让妻子活着留在身边 从此天人永隔 而此时的巴老板看着这一切 巴老板作为冷血的生意人 自然不会真的帮斯巴达克斯实现愿望 刻意花了大价钱 故人在半路截杀了苏拉 只因他知道斯巴达克斯是苏拉如生命 并要亲眼看到才能真正死心 他让要斯巴达克斯从此摒弃杂念 死心他地地为他卖命 而此时的斯巴达克斯还被蒙在玻璃 贵妇为了追求自己 决定买下一名奴隶作为宠物 让他成为自己的养成细绝斗士 于是巴老板一声令下 教练便挥动皮鞭 让这批新来的奴隶脱下身上最后的破坡 成为了奴隶的新主人 伊莉亚十分称职 隔三差五要来看看训练的经历 还会在深夜检查训练的程度 伊莉亚对自己的决斗士十分满意 忍不住想要向她的贵族小姐妹们炫耀 然而这也是老板娘求之不得的 她想要结识更多的权贵 便让伊莉亚邀请她的姐妹来此 渐渐她独有的决斗士开开眼界 很快 几位贵妇结伴来到了公园 出身名门的她们往常都高傲无比 只和自己同等身份的人交往 但还是架不住决斗士的致命吸引 甚至埋怨伊莉亚 没有早点把老板娘介绍给她们 话题很快就来到地下的训练 那个被伊莉亚秘密赞助的心愿 但贵妇们明显对这个 还未通过测试奴隶不感兴趣 反而是不久前一举成名的冠军斯巴达克斯 让他们两眼放光 斯巴达克斯也没想到 随着冠军头衔到来的 还有这份不可告人的秘密工作 贵妇们纷纷轮流欣赏这冠军 对她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无尽的好奇 但伊莉亚却素来不喜欢斯巴达克斯 只因她与丈夫格雷伯有过节 而斯巴达克斯自妻子死后 更是将当初掳走妻子的格雷伯 是座不共戴天的仇人 直接在众人的面前 戳穿伊莉亚的丈夫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老板娘见情况不对 立即叫人带走了斯巴达克斯 但伊莉亚还是在姐妹们面前颜面谨慎 我的侠子我会让她被杀了 为何? 说实话 几人一看就是妥妥的塑料紧密 在贵妇们离开后 老板娘上前安慰伊莉亚 但伊莉亚也十分清晴 她知道这些出身权贵的女人 就爱看朋友的笑话 她并不放在心上 但对于奴隶斯巴达克斯的冒犯 她却准备秘密报仇 于是在深夜 将她暂住的决斗是较进了房间 男人身负重伤地位不好 只好找到女主人 向她证明自己的价值 克雷斯自上次大战负伤后 休养了近半年的时间 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 老板娘就迫不及待地传召了她 只可惜伤势还未痊愈 老板娘只好扫兴地让她离开 但回去后 克雷斯却告诉她心爱的女婆妮威亚 然而疗伤大半年 克雷斯还不知此时的决斗场 早已变了天 新任冠军斯巴达克斯 已经完全取代了她的地位 而克雷斯高昂地养伤费用 却渐渐让巴老板有点不爽 这时曾经被克雷斯欺负的奴隶也开始功 表示克雷斯的治疗费用太过昂贵 而她却很难再回到往日的光彩 于是建议今早出手将她卖掉 巴老板一开始还不同意 但奴隶继续挑拨 表示克雷斯对斯巴达克斯多有不满 若她一时度火中烧伤了斯巴达克斯 届时就得不偿失了 考虑到这一点 巴老板的确有些动态 但老板娘却第一个舍不得克雷斯被卖掉 她相信克雷斯一定能重批战袍 为她赢回往日的荣耀 眼见丈夫太多坚硬 她也不好继续再全 但一旁听到一切的女婆尼维亚 很快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克雷斯 让她抓紧时间向巴老板证明她的价值 于是克雷斯不顾还未痊愈的身体 当即找到斯巴达克斯单条 然而这个冲动的决定却错得很彻底 半年的光景 两人之间的差距早已远远拉开 克雷斯不仅没能证明自己的 反倒是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功能 眼看事情已经没了挽回的余地 尼维亚再次找到克雷斯 她不能接受克雷斯被卖掉 只能让她去向女主人证明自己的能力 或许事情还能有一丝转机 为了争取最后一丝希望 克雷斯不得不委屈自己 结果还是白忙活一场 真正改变她命运的还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斯巴达克斯在泡澡时遭遇袭击 被死死围住脖子的她毫无还手之力 而此时恰巧经过的克雷斯 冲进来不顾一切救下了斯巴达克斯 克雷斯因为救下斯巴达克斯 在巴老板面前立下大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终于不用再被她卖掉 而那个刺杀斯巴达克斯的奴隶正是由伊利亚赞助的 她匆匆赶来本以为能看一出好戏 巴老板虽然知道是伊利亚之事的 却还是碍于她的身份地位没有拆穿 只好将她赞助的奴隶处以攻击 以示小小的警告 美艳贵妇为了参加一场面具狂欢 正在用心地挑选着道具 自从上次一睹斯巴达克斯的英姿后 莱尼亚就对她念念不忘 于是要求老板娘为她安排一场刺激的约会 莱尼亚作为首富的表妹 高昂的价格对她而言从来不是问题 她唯一担心的是怕走漏丰盛 被丈夫知道 老板娘让她把心放进肚子里 她会极尽所能 让这场二人狂欢万无一失 面具可以隐藏身份 只需要莱尼亚自己保守秘密 并且在那日独自前来赴约 这事儿就天之地之你之我之 结果这事 两人的密谈恰巧被伊莉亚撞见 然而在伊莉亚想要窥探两人的秘密时 好姐妹莱尼亚却先发制人 说起了不久前 伊莉亚的决斗是被处以公行的仇 两人之间瞬间火药味十足 只好由老板娘从中调和 莱尼亚给了她面子 随后起身告别离开 但尽管莱尼亚小心翼翼 伊莉亚还是看到了她手中的面具 在一步步试探性地询问后 伊莉亚嗅出了真相的味道 老板娘惶恐不已 请求伊莉亚为他们保守秘密 伊莉亚还在为自己猜到了真相 沾沾自喜 却不知她正一步步 落入老板娘布下的陷阱 随后老板娘将此事告诉了巴老板 为了赚钱 她也很乐意牺牲一下冠军斯巴达克斯 但老板娘还有别的担忧 她知道斯巴达克斯一直忠于妻子 妻子亡固后从未有过别的女人 害怕她记忆生疏 于是便为她送去了一位女奴 但斯巴达克斯却认为这是对她的侮辱 当即将女奴撵了出去 第二天 老板娘向女奴询问昨晚的情况 女奴如实相告 却让老板娘大发雷霆 她命令女奴今晚再去 若不能完成任务就当众自吻谢罪 于是到了晚上 女奴再次出现 恳求斯巴达克斯 可对方依然态度坚决 虽然两人之间依然什么都没发生 但好在女奴可以跟老板娘交差了 就在一切准备就绪时 伊利亚又找上了门 表示自从得知了那个秘密后 她就一直心神不明 因为那个深藏于新的念头 渴望那种从未有过的体验 老板娘挖好了汤 就等着伊利亚自己跳进来 她表示自己会为她安排妥博 同样也是天之地之你之我之 然而当老板娘按照计划 向伊利亚推荐决斗士维罗时 对方却有自己的想法 老板娘没想到 伊利亚竟提出让自己的男宠克雷斯作陪 气得她摘了假发发飙 巴老板表示 这两个贵妇背后的势力不同 一个是权利一个是金钱 财富和地位都是她想得到的 所以他们必须统统满足 但老板娘心里还是咽不下这口气 对于伊利亚的羞辱 必要让她付出代价 女人头戴银色面具 高举酒杯微微回眸 站在对面的男人也戴上金色面具 女人起身走向对面 奔赴那场期待已久的面具狂欢 然而就在两人不知天地为何物时 老板娘突然拉开帘子 伊利亚这才意识到自己搞错了 金色面具下 竟是她的仇人斯巴达克斯 场面瞬间乱了套 老板娘立即叫人 拖走了愤怒的斯巴达克斯 莱尼亚的嘲笑让伊利亚失去了理智 直接冲上去 抛起对方的头发直接砸向地板 然而当她恢复清醒时 莱尼亚早已一命呜呼 首富的表妹横施此处 巴老板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处理此事 等到消息传出 恐怕他们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但老板娘此时努力恢复冷静 表示莱尼亚是只身前来 并且自己之前叮嘱过她 不要向任何人透露行踪 她让巴老板去处理此事 自己则去安抚 犯了大罪惊魂未定的伊利亚 此时的伊利亚悔恨万分 但她全然不知 今晚的出场顺序 其实是老板娘有意为之 只是没想到伊利亚会封魔至此 设计了一切的老板娘 就这样死死拿捏住了伊利亚 竞技场上的厮杀仍在继续 但沉迷于此的伊利亚却意外缺席 老板娘只好帮她打掩护 告诉贵妇们她只是暂时身体抱扬 不久后 行政官的儿子曼里斯即将成年 见他十分沉迷于决斗式的竞技 为了讨好权贵 巴老板主动提出由他承办成人宴席 并为曼里斯安排斯巴达克斯来表演 行政官确定一切费用由巴老板承担后 立即欣然答应了 从竞技场回去后 老板娘立即找到夺起来的伊利亚 让她振作起来 几天后这里即将举办一场盛大宴会 她希望能够邀请到各界名流 在老板娘的一番游说下 伊利亚重新振作精神走出阴霾 然而当她看到斯巴达克斯时 还是难免勾起心中的恨意 她发现斯巴达克斯与维罗兄弟情深 便开始计划一场阴谋 让斯巴达克斯付出惨痛代价 女人将手伸进水时 让泡澡的少年看直了眼睛 今天是少年曼里斯的成人礼 伊利亚独自前来 为她送上了一份特别的成人礼 将懵懂少年迷的神魂颠倒 从而完成自己的复仇计划 自上次面具狂欢搞错了对象后 伊利亚对斯巴达克斯的恨意 又更上了一层楼 于是决定在行政官儿子的成人礼上 让斯巴达克斯痛不欲生 巴老板为了讨好权贵 主动承办了这次宴会 还特别安排了冠军斯巴达克斯 和前任冠军克雷斯 进行一场竞技表演 为行政官儿子曼里斯的生日助行 然而当巴老板介绍了斯巴达克斯 准备继续介绍克雷斯出场时 曼里斯却打断了他 巴老板虽然有些不熟 但今晚曼里斯是主角 便按照他的要求 派出了斯巴达克斯的好兄弟维罗 曼里斯望向一旁的伊利亚 渴望得到女神的肯定 而此时的维罗还倍感荣幸 毕竟在这样的场合表演机会难得 随着曼里斯发号失令 斯巴达克斯与维罗开始了竞技 虽然只是一场表演 但他们还是给予了彼此尊重 有来有回打得火热 真刀真枪让在场的观众 看得兴致勃勃 合力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对决 最终还是斯巴达克斯 继高一筹 抓住了维罗的软肋 将他制服 众人都为这场表演喝彩 然而此时曼里斯却举起了手 巴老板明白了他的意思 但他解释事先都说好了 这只是一场表演 并不需要致死方休 维罗的眼里满是绝望 而斯巴达克斯也用 祈求的眼神望向巴老板 希望他能救下维罗 然而一旁的行政官却连连施压 使得巴老板不得不发号失令 见斯巴达克斯迟迟不动手 便令人拔剑上去对准了两人 最终维罗自己握剑刺向自己 嘱咐兄弟要好好活下去 帮他照顾好孤苦无一的妻儿 维罗就这样永远地倒下 他曾经无数次想象过 自己会荣耀地战死在竞技场上 却从未想过会像今天这般 仅仅是作为贵族们的消遣 看着斯巴达克斯痛苦的模样 角落里的伊莉亚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这一招的确诛心 亲手杀死了同甘共苦的好兄弟 斯巴达克斯从此开始一蹶不振 美艳贵妇仅是脱下一件衣衫 把懵懂少年迷运 就轻松夺走了无辜奴隶的性命 让自己的仇人痛不欲生 斯巴达克斯将好兄弟围罗的尸体 送到兄弟一双奥利维亚面前 却无言在面对他 即使斯巴达克斯有苦衷 但奥利维亚却永远无法原谅他 对此斯巴达克斯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他向巴老板提出 此后他拼命搏杀的每一笔奖金 都要全数交给维罗的妻子 巴老板支持了斯巴达克斯的决定 并让他好好养精蓄锐 斯巴达克斯敢动不已 此时的巴老板的确准备对付行政官 但却并不是为了斯巴达克斯报仇 昨晚的生日宴会上 巴老板放下尊严 满足了小孩提出的无理要求 本以为能够讨得行政官的欢心 然而当巴老板 对其袒露出想要从政的想法时 行政官却直接给巴老板浇了一盆冷水 表示从政必须有贵族身份 或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而巴老板在他眼里 只是一个绝都是训练者罢了 费尽心思卑躬屈膝地讨好 结果却只得到了侮辱 但对方不打算协助自己从政 巴老板也不打算继续伺候 他宣泄了一番心中的怒火 但也不打算让对方死得太容易 吩咐奴隶阿舒尔和车夫一同看守他 但阿舒尔有些担心 毕竟行政官在此地也算是位高权重 这样做是否做得太绝 但巴老板却让他闭嘴照做 随后离开了此地 此时重回训练场的斯巴达克斯 却时常会出现幻觉 看到好兄弟维罗的身影 导致他的精神状态一直紧绷 上次比赛留下的伤口也没有处理 最终在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折磨下 斯巴达克斯倒下了 然而此时一场重大的竞赛就在眼前 巴老板焦急万分 宁医师竭尽全力 不惜花最好的药材医治 可斯巴达克斯还是一直昏迷不醒 巴老板不得不选择更换肖将选手 凌威受命的便是昔日的冠军克雷斯 而已经半年没有参赛的克雷斯 早已做好了准备 夺回他往日的荣耀 很快 观众期待的比赛之日到来 然而肖将之战却迟迟没有开始 只因主持比赛的行政官没有到场 在观众一阵躁动后 行政官夫人便让巴老板代为主持 然而当巴老板宣布克雷斯上场时 观众洗礼却是一片虚声 只因他们现在 只认斯巴达克斯是卡普亚的冠军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 克雷斯只能用博命厮杀证明自己 而此时本该在看台的行政官 却被巴老板关在地洞里奄奄一息 但看守的两人发现行政官已经很久没动 车夫凑近坚持他是否还有呼吸 结果却被死死咬住了脖子 奴隶阿舒尔赶紧将他拉开 让他回去找医师处理伤口 随后独自留下了看守的阿舒尔 将目光放在了行政官的戒指上 很快 这枚戒指就被交到了巴老板的死对头 白老头的手中 只因阿舒尔觉得巴老板此举太过癫狂 恐会连累自己 便将此情报卖给了他的死对头 而此时的竞技场上 克雷斯再次凭借实力打败了对手 重新赢得了观众的欢呼 就在巴老板喜出望外之际 一名侍卫地上一条消息 信中表示在城外发现了行政官的马车 随行侍卫全部被杀 行政官也失去了踪迹 巴老板立即带上行政官的儿子 召集手下去帮忙搜寻他的父亲 很快 白老头也在阿舒尔的指示下 找到了被绑架的行政官 他立即拿出小刀割开绳索 然而当救下行政官的那一刻 却发现他已经被人封喉了 就在这时 巴老板也带着人赶来 此时阿舒尔回到了巴老板身边 原来这正是主仆策划的寄中机 不仅杀了行政官 还将罪名嫁祸给了死对头 巴老板直呼大快人心 当他回到训练营时 低头一看还发现斯巴达克斯 已经痊愈重回训练 瞬间觉得整个卡普亚就将是他的天下了 殊不知 此时的斯巴达克斯已经知道了他的秘密 老板娘再次叫来强壮的决斗士 然而还未等两人开始切磋 老板娘忽然发现 自己竟已经有了身孕 巴老板得知后立马欣喜感 年过半百的他 终于要迎来第一个孩子 自从设计一举拿下两个仇人的性命后 巴老板觉得 自己已经登上了卡普亚的巅峰 下一步便准备从政掌握权力 将目光落在了伊利亚的丈夫格雷伯将军身上 利用伊利亚在把柄 成功将格雷伯邀请到了这里 想要得到将军的支持 但巴老板也知道 斯巴达克斯与格雷伯之间的仇恨 特地在将军到达之前 想对他进行一番思想教育 但他却不知道斯巴达克斯此刻想杀的 并不是将军而是他自己 原来在几天前 斯巴达克斯在医务室 撞见了被咬伤前来医治的车夫 他一眼便认出 此人正是护送妻子回来的车夫 但明明巴老板告诉他车夫已经死了 斯巴达克斯出于怀疑扒开车夫的衣服 却未见任何伤痕 于是便在一番拷打下 逼得车夫说出了真相 承认他是奉巴老板的命行使 斯巴达克斯这才得知了巴老板的真面目 于是在此次巴老板召见时 便准备杀了他为妻子报仇 然而当他正准备动手时 却发现维罗的遗孀奥利维亚 净出现在了这里 原来奥利维亚不愿接受斯巴达克斯的资助 宁愿成为巴老板的奴隶 来偿还维罗此前签下的债务 然而根据此时的法律规定 一旦有奴隶施主 则其他奴隶都将遭到诛连 而为了保护好兄弟的遗孀 若他支持自己 他手下的决斗士便能点燃民众的热情 让将军得到更多的拥戴 格雷伯本有些心动 但此时妻子伊利亚却提到 巴老板最受欢迎的决斗士便是斯巴达克斯 听到这位老仇人的名字 格雷伯不尽来的兴趣 让巴老板叫来了所有的决斗士 随后准备当着众人的面 羞辱斯巴达克斯 然而即使是手拿木剑 独自一人 斯巴达克斯也将身穿台甲 手持刀枪的士兵们一个个击倒 用自己的实力狠狠还击格雷伯 而此时的格雷伯又开始刻意刁难 表示只要斯巴达克斯跪在自己面前 就同意资助巴老板 斯巴达克斯纹丝不动 直到看到角落里的奥利维亚 就在交易即将谈拢时 角落里的克雷斯 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别人亲近 突然开始不受控制 女主人得知自己的女巫 竟和自己的男虫有一腿 气得他狠狠踢向女仆的肚子 不久前 女仆尼维亚与克雷斯偷偷约会时 却不巧被奴隶阿舒尔撞见 阿舒尔曾也是一名决斗士 但自从被克雷斯打断一条筒后 无法再回到决斗场 就此成了巴老板身边的走狗 而在上一次刺杀行政官嫁祸死对头的行动中 阿舒尔立下了汗马功劳 巴老板决定奖励他公馆内任意一名女 于是阿舒尔为了报复克雷斯 便挑中了他的地下女友尼维亚 又当着克雷斯的面 对尼维亚动手动脚 直接导致克雷斯当场发表 暴露了两人的私情 老板娘将克雷斯视作真爱 此刻却直接破防 而这一出闹剧 也让格雷伯将军掉头离开 不想继续与这群乌合之众为伍 不过巴老板还没有放弃 直接拿出了他准备的终极武器 格雷伯就这样被巴老板夫妇拿捏 伊利亚也被他留在了公馆 彻底被这对夫妇掌控 随后巴老板来到训练营 对犯下大错的克雷斯进行惩罚 并告诉身旁的妻子 此时的尼维亚 也已经被女主人搅去头发 不知要被送往何处终身为女 决斗士冠军表示长夜漫漫 孤着难免 巴老板便立刻安排一名女仆 送到了她的房间 斯巴达克斯受伤生病时 一直是米拉照顾在侧 此前米拉也受到了斯巴达克斯的庇护 渐渐对她暗生情愫 然而斯巴达克斯叫米拉前来 却并非为了享乐 而是要密谋一场危险行动 自从巴老板得到 格雷伯将军的公开支持 事业开始蒸蒸日上 各界名流都纷纷来信恭贺示好 但教练前来禀报 此时的训练场被将军派来的士兵看守 决斗士们训练时常常受到无故鞭打 兄弟们都苦不堪言 但巴老板却表示必须忍耐 他已经没有时间顾及这些琐事 巴老板计划解除掉教练的奴隶身份 重新赐予他自由 将训练营的生意全权交给教练来打理 而自己就将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政界中去 两天后他就将接任卡普亚市政官一职 准备举办一场盛大的庆典 让贵鹏齐聚尊有云集 来官宣这个好消息 而此时老板娘向巴老板提议 用一场致死方休的决斗来为庆典助行 让图影英雄斯巴达克斯 与唯一曾打败他的克雷斯来一场真正的搏杀 经历了克雷斯的背叛后 老板娘决定彻底割舍 也向巴老板表明自己的态度 但两位决斗士都有绝对的实力 巴老板对斯巴达克斯能够战胜克雷斯 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此时很拉的老板娘便表示要提前做些准备 于是巴老板便让阿舒尔去给克雷斯下毒 随后又叫来了斯巴达克斯 告诉他这场即将到来的比赛 斯巴达克斯欣然答应 但此时他的心中却另有盘算 自从得知了妻子之死的真相后 斯巴达克斯时刻都想杀了巴老板为妻报仇 恰逢此时士兵的无故殴打 让决斗士们都苦不堪言 他决定联合决斗士们一起反抗粤语 而由于其中一批老成员 还是只对曾经的冠军克雷斯追崇 斯巴达克斯意识到要想完成这次行动 首先就是要拉克雷斯入 而此时的克雷斯还因犯错被监禁 于是当巴老板提出比赛时 斯巴达克斯表示希望让克雷斯恢复训练 这样自己战胜他才能称之为精彩 巴老板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 于是便同意将克雷斯放出来训练 接着斯巴达克斯又表示 长夜漫漫孤者难免 巴老板为了满足冠军 立马派出米拉做陪 而斯巴达克斯则趁着此次机会 安排米拉在庆典之日 偷偷打开训练场通往公馆的大门 面对如此冒险之事米拉表示 为了完成计划 斯巴达克斯只好委屈自己 第二天克雷斯也顺利被放出 然而斯巴达克斯趁着休息时 向克雷斯表明了自己的想法 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他不想为了自由罔顾兄弟们的性命 更愿意留在这里 等待着心爱的尼维亚重回身边 直到斯巴达克斯告诉他 斯巴老板下令夺走了他妻子的性命 才终于理解了斯巴达克斯反抗的原因 但他还是认为若自己都成了逃犯 就更不可能找到病输回尼维亚了 两人虽然没能达成合作 但也约定在竞技场上全力以赴 不论是谁活了下来 都要尽力帮对方实现未了的夙愿 到了庆典举办的当天上午 斯巴达克斯趁着休息时间 悄悄来到奥利维亚的身边 兄弟维罗死前嘱托斯巴达克斯 定要帮他照顾好孤苦的蹊跷 斯巴达克斯让奥利维亚在庆典举办前 找到一处安全的藏身之地 奥利维亚此前偷偷听到巴老板与阿舒尔密谋下毒之事 便透露给了斯巴达克斯 但此时没在训练的克雷斯 还被关在牢房里 在庆典正式开始前 老板娘还是想给克雷斯最后一次机会 只需要他说出对尼维亚并非真情 但克雷斯却不愿说违心的话 老板娘彻底放弃了克雷斯 巴老板的任职庆典也正式到来 他宴请了诸多罗马贵族 道场的宾客都非富即贵 由于格雷伯将军有药物缠身无法到场 巴老板便要求伊利亚代表致辞 进一步向所有人表明了 他与将军的密切关系 致辞结束后 巴老板便宣布进入今晚的重头戏 两位竞技场上的传奇将争锋相对 直到这一刻 克雷斯依然没有同意加入斯巴达克斯的计划 两人开始全力投入战斗 看台上的贵族们看得津津有味 但渐渐地随着时间推移 克雷斯体内的毒药开始发作 体力急剧下降 这时斯巴达克斯终于看到 角落里的米拉对他释放暗号 表示他已经将大门打开 随着看台上的人高呼着 让斯巴达克斯杀了克雷斯 看着众人冷血期待的眼神 克雷斯终于对一切虚无的荣耀死心 他转头向斯巴达克斯示意 接着斯巴达克斯踩着克雷斯的盾牌一跃而起 斯巴达克斯的致命一刀 让看台上的贵族们纷纷陷入恐慌 而斯巴达克斯抓住栏杆 下一刀就准备朝着巴老板刺去 结果这时教练用皮鞭缠住了他的手臂 巴老板才侥幸得以逃脱 但克雷斯立马帮忙砍断了皮鞭 鼓舞身后的决斗士们奋起反抗 教练此时还不明白 为何大家要突然叛乱背叛了他们的荣耀 但克雷斯告诉他这里毫无荣耀可言 巴老板为了利用他杀死了他的妻子 而老板娘也曾一度想要炸干他 得知了真相的教练 瞬间改变了他的立场 贵族们惊声尖叫场面一片混乱 而助手在此的侍卫却不见踪影 老板娘立即呵斥伊利亚 让他把他的卫兵们都叫来 然而此时奴隶们已经彻底杀疯 米亚也打开地牢大门 让他们冲进来血洗公馆 伊利亚却向卫兵下令关闭大门 不能让任何人逃出去 随着大门一关 公馆彻底成为了决斗士们的屠宰场 贵族们一个个倒下 最终落单的老板娘 碰到了杀疯了的克雷斯 他让老板娘说出尼维亚到底在哪里 但直到此刻老板娘还想打感情牌 此时奥利维亚 借口带着行政官的儿子逃跑 将他带到了一个无人的地方 即使在此刻 曼里斯依然认为维罗的死意文不值 奥利维亚告诉他 在自己悲愁垂涕时 是维罗抚凭他内心的伤痛 作为丈夫和父亲 维罗从未忘记过自己的责任 奥利维亚痛心杀死曼里斯 为维罗报了仇 斯巴达克斯安抚了激动的奥利维亚 将他托付给教练照顾 而他则要来到今晚的终极目标前 斯巴达斯克终于手认了巴老板为妻子报仇 看着两个狠辣的牧利主倒在一起 斯巴达克斯告诉身后的兄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